杨氏主持人 一四岁儿子是汶川地震亡灵转世 死后十年一再坚持要回乡寻亲 难道人死后真的有轮回吗 一直以来无神论者不承认人有情绪来生 有神论者在深信举头三尺有神明 溜到轮回善恶因果不虚 而更多的人对于轮回的态度是半信半疑 那么轮回到底存不存在呢 今天咱们就从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讲起 大家人者兼人智者兼智 相信科学拒绝迷信 曾有一段时间 朋友圈微信都得封转一个消息 那就是中国第一位天气预报主持人宋英杰 声称自己四岁的儿子在睡前 竟然主动坦白了自己的种种前世经历 大多数人从小或多或少听说过一些灵异事件 这些故事中有人天要加醋 有人故意炒作 而作为央视主持人的宋英杰 自此之前一直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 直至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她的内心也不禁开始动摇 央视著名主持人宋英杰 于1965年1月15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 她从1993年开始主持了多年的天气预报 在前一段时间已经隐退的宋英杰 因为央视缺少人手 再一次出现在了大家的事情中 让不少人纷纷仿佛穿越回了小时候 然而她多年前发的一条微博 却时至今日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 据悉她与比自己小12岁的同校学妹情定终身后 便进入了婚姻的殿堂 并顺其自然地承担起了父亲的角色 直到有一天 宋英杰突然在微博中发出四岁儿子的胡言论 曝光自己儿子有可能是转世者之后 引起了网友们的一番广泛讨论 她表示自己的四岁儿子豆包临睡时 突然一反常态 露出了一种不像四岁孩子的表情 吉儿淡淡地说 我的老家在四川有两个女儿 一个十五岁一个十岁 一开始宋英杰觉得自己儿子在自说自话 这些句子不过是她的恶作剧或者是讲故事 可看着豆包一本正经的样子 宋英杰也不禁开始怀疑 紧接着豆包又说了 自己已经好久没有回四川了 也不知道两个孩子过得怎么样 这么多年没有见面 不知道他们彼此还能不能认出来 话里话外全都是满满的怀念 听起来一点也不像是开玩笑 宋英杰四岁儿子自曝有前世记忆 彭子十年 脱生寻亲 科学家无法解释的现象有多奇妙 一个四岁孩子为什么能说清楚自己的前世呢 在宋英杰的追问下 豆包竟然真的完整讲述了出来 关于自己前世的种种 而且逻辑性很强 内容也都是很真实 起初宋英杰听自己儿子经常会提到四川 于是便想打破砂锅问到底 问他是哪里人 但是豆包根本说不上来 因为时间过去了太久太久 自己对当初的地名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 于是宋英杰只能饶有耐心的 根据豆包家乡是长都西班的提示 用排除法帮他找到前世故乡 最后问到北川 豆包点头说就是这里 当然这并不是最离谱了 四岁的豆包紧接着就说 自己已经离开老家十年了 而宋英杰将这件事分享到网络上之后 很快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 竟然有很多网友表示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孩子会有胎前记忆 甚至自己家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情况 自故以来在民间就流传了一种说法 自己现在遇到的人或者事情 跟上辈子有着很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人是拥有转世的 不只是中国 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人出现 当死后 灵魂就会进入轮回之中重新投胎 因此这个神奇的现象 吸引着世上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去研究 因为按照佛家的说法 一个人死后 有可能会继续投胎成为人 也有可能会投胎成为动物 作为央视主持人 宋英杰对这些故事也并不陌生 只是有些事情他自己甚至不敢去想 毕竟这时代是一个四岁的孩子无法编造的 还记得之前一位好友曾经和宋英杰开玩笑说 人的生命不只有一次 看豆胖的眼神一看就是老灵魂 联想起豆胖的种种行为和网上种种言论 宋英杰不由得心乱如麻 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平时豆胖接触的都是各种故事说 而且他们夫妻从不让儿子看电视 在日常的聊天中也没和他聊过四川的县级地名 难不成四岁的豆胖真的是转世再生之人吗 宋英杰看着熟悉的儿子 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人类真的可以带着前世纪投胎转世吗 阳视主持人宋英杰的四岁儿子 到底是不是地震后的转世亡人呢 之后宋英杰再次在微博中爆料 豆胖曾经告诉自己说自己已经离家十年了 而之后他综合种种证据推测 豆胖很有可能就是汶川地震的亡灵 之所以所谓的前世纪依旧仍有留存 或许只是他心中仍对前世两个女儿怀有执念的缘故 虽然前世纪的说法一直乱说纷纭 不过也很佩服宋英杰老师 作为公众人物能说出这些有争议的话 毕竟我们需要听到这个世界更多的声音 但是由于此事影响过大 欠扯的东西太多 暂时这条微博的评论也不能查看 其实生活中有太多事情 我们都无法理解 无法宪政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甚至有些记得前世的孩子 还会跟父母讲述自己是如何选择投胎的 还有一些人也为过于想念前世的亲人 还会去寻找再续亲缘 知识凡夫没有宪政的能力 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做了一场梦一般 唯有修正到一定经济的菩萨能够实整 美国耶路大学的医学博士曾说 现在有很多成年人饱受梦魇的困扰 其实这些梦魇中或多或少 都掺杂着模糊不清的前世记忆 很多人不相信轮回 不相信转世的说法 但是当我们可以认识到英国时 确凿的证据就可以证明一切 无论是真实不虚的宇宙真理 还是圣贤智慧下发现的客观规律 即使我们接受的教育 并不允许我们自己头脑中有这个概念 也只是暂时的谜 其实我们人也跟虚空中的尘埃一样 都是环境和习惯的产物而已 常常在世间随着夜风飘荡流准 自己看不到不知道不相信的东西 不等于不存在 每个人造什么业就会受什么果报 而古今中外在许多书籍和研究中 都记载了很多轮回转世的势力 或许我们终有一天 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